好的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您加入我們群組之後 那麼我們這裡是不是有一個簡報對不對 您可以直接打開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內容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Google協作平台 那麼Google協作平台的部分 我先問一下 有聽過嗎? 聽過的不多 對不對 台灣其實現在也是蠻多的 能在用的 那因為平常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怎麼樣 你想要自己架設一個網站 通常你還要自己租主機的空間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些會網頁的知識 有沒有 但是這個對一般人來講相對比較難 可是很多事實上工作上又會需要 或者是比如說像我們這個題目 專題有沒有 同學自己有專題 那你如果學的不是這一方面的 可是你要擠出一個網站來 這個時候就有點麻煩 所以你透過這個Google協作平台 它就可以比較方便的 讓你比較無痛式的 就比較接近其實我們一般的什麼 就是一般的文書編輯一樣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就把網站建置起來 而且它又保有一定的彈性 那你可能會想 那我用一個粉絲頁好不好 比如說FB 還是Line群組 你請問用這兩種方式 溝通是好 溝通是相對比較快 可是這兩個平台 你要找資料方便嗎 好像就不是那麼方便對不對 即使它有搜尋的功能 但是 可能你要找的關鍵字 你也不見得要 不知道到底要找哪一個 再來就是說 可能有附件有照片很多 分站在不同地方 基本上如果你沒有把你的資料 放到所謂的記事本或相簿裡面 請問Line裡面的照片會不會不見 一段時間是不是就 只看得到小圖 點進去它就告訴你 時效已過 對不對 找不到嘛 所以你一定要 如果比較重要 一定要把它加到什麼 相簿裡面 或者是它前段之間不是有推出給你 叫Keep了嗎 對不對 留在你的自己的床裡面 請問Keep的空間多大 你以為Line對你那麼好 無限空間嗎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一局啦 所以萬一你超過那個空間大小 抱歉 Keep不住 Hold不住了 就這樣 就只好丟掉了 就只好丟掉 那Facebook也是一樣 Facebook它跟我們部落格 一般的講部落格 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共同的特性 就是會隨著什麼 時間 對不對 隨著時間 繼續往前推進 所以 找舊資料不方便 沒錯嘛 看新資料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大家很快就收到訊息嘛 可是問題是你要找舊資料的時候 哇 我就已經有人說過了 但是 不知道 更多更多 以後不知道要載到第幾頁去了 好 所以要找相對也不容易找 好 那我們在這個 協助平台上 你就更有彈性一些 好 就相對更有彈性 好 那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們第一個首要動作 就是要怎麼樣 要先取得你的這個 入門票 好 你要有一個Google的帳號 那這些Google帳號 都是一樣的 反正你有Google帳號之後 你的Gmail啊 你的Google文件啊 通通都可以整合到 整合到那裡 我們的所謂的雲端 這個硬碟 還有形勢力 都可以加到我們的協助平台裡面去 都可以加到協助平台裡面去 好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 有幾個啦 像這個有沒有聽過APB Infected 有的也許有聽過 但是有知道我們107年 城市的這個部分要加入什麼 國中跟高中的課程裡面知道嗎 對不對 高中是我記得目前啦 目前是屬於必修 國中是屬於選修 這些老師就想說啊 要怎麼樣 那當然有些學校老師現在也有在教 那他們會用什麼 APB Infected 他比較就是屬於積木式的 我們現在講 寫程式越來越簡單 積木式的 跟一個那個Mustle Negotiate MIT的Cellation很像 所以呢 這個他們也是用協助平台做的 也是用協助平台的一個 好 再來呢 這個也是類似的 加上類似像Atrino那種 所謂的麵包版 用程式去控制它 你看他的介面看起來應該還好吧 對不對 那我們再往下 這裡有 這個是一個什麼 設計中心的 他也有 他有自己的部落格 有Facebook 現在很多人的經營角度 不會是只有單獨一個 通常會有什麼 所謂官方網站啊對不對 然後粉絲頁啊 好 經營互動的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所謂官方網站 就會相對來說 提供比較所謂的 正式訊息公告的地方 那像FBA那種社群的 通常就比較強調互動 就比較強調互動 所以 您看到這些東西 有沒有發現 甚至連新一代設計展 在2013年 也有人用 一般新一代設計展 通常是比較不會用這個 因為比較強調設計嘛 但是有一點 真的有人用也很難得 好 然後呢 我的家人也有這個 我有看到一個 所以有沒有發現 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那當然一般 我們這個主要是拿來 老師做學校的貝克用 其實還有一個 學校裡面常常很多 上面有規定說 要做一個主題網站 有沒有 很多現在學校 也都是用這個去做什麼 一些主題網站來用 比如說他可能就是 那個 一些比較衛生的啦 或者是一些主題性的 一些網站 他就像這個國小 我可以問一下 有人知道上崎國小在哪裡嗎 Google一下對不對 可是現在因為螢幕被我切過來嘛 哈哈哈哈 一隻金門 哈哈哈哈 嘿 那一般來講國小通常 你要做自己的網站 老師因為身兼素質嘛 所以通常比較沒有心力的時候 也可以像這樣去做一下 也是蠻方便的 好 然後這個在我們中正的 這是印第所的 一位同學他就是專題的部分 他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另外呢 這是藏意高中的 好 藏意高中的 他沒有很多 所以您看過這些東西之後 應該稍微了解 協作平台可以怎麼呈現的吧 但是看這樣也不太夠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你看我們這邊有一個連結 你可以連到我的學習網 這是我的部落格 部落格其實也可以 像這樣子啦 有沒有發現 我也可以把它做的比較怎麼樣 把它做的比較 屬於像一般網頁一樣 有沒有很多標籤 對不對 也可以 那您到這邊來 我右手邊呢 會有一些我們的那個 像我在學校裡面的這個 演習 我把它打開給你們看 學校的課程 學校課程介紹 我也是用這個做 這個現在是比較 正常來講應該是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選單應該是不會掉下來的 那你看我就 課程介紹 現在老師要不要做廣告 要餒 我們堅韌餒 不說過一個 要怎麼樣 一般學校的課程簡介 同學如果在選修課程的時候 請問那個介面 大家看了會喜歡嗎 你自己如果有選修過課程 看那些露露的目標 有沒有教學目標 然後教學 教學的那些什麼 那一些技巧啦 之類的 你就看了就很累嘛 那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比如說上學期我教什麼內容 下學期教什麼內容 平常是不是都看到這種 那你怎麼知道老師教什麼 而且我都我都寫比較詳細喔 很多老師是模糊帶過有沒有 第幾節到第幾節 同學專題製作練習 哈哈哈哈 那 同學怎麼知道上什麼 雖然 我必須講 超過一半以上不會看這個 因為他在學的時候 用懵的 必修一點點勾嘛 對吧 所以也不用看 可是呢其實我會覺得 最好是看一下 那你看我就把我們 會做到的一些範頁影片 我就放進來 有沒有同學馬上就知道說 喔 原來我們做的是什麼內容 對不對 那因為我以我來講 我是做動畫 所以呢 我的可能就會比較需要 讓他知道 不只讓你看到 還要讓你知道什麼 你點進去 喔原來我們會做的動畫 是長得像這樣子 還在等 像這個我就放在雲端一點上 這樣你了解吧 他不只可以看到 他可以知道說 喔我原來 上的會是這個 喔上的 長得像這樣 那這些內容我都放在雲端一點上 可是我可以很輕鬆的都加進來 所以萬一我有補充新的教材 我寫作平台要不要更動 其實也不用啊 我就丟進來這裡就好 丟在我的雲端一點上 這就可以整合了 對不對 那另外呢 他 上課了 上完課了 或者是像我們這樣 我上課會做錄影 所以呢 他即使已經畢業了 其實我們學校的平台有一個限制 你大限到了 要畢業了 帳號是不是都買關掉了 這是應該的嘛 對不對 可是很多同學說 啊我以前學過的東西 我忘記了 可是現在工作上會用到 或者說我剛好現在用到 他可以回來找啊 你看點進來 這樣看不方便 你可以怎麼樣 改成這樣對不對 條狀式的 好 你看我們第一堂 上了哪些內容 其實 條狀式的這邊看 可是這樣有沒有看到 所以 隨時他想要找到以前的我 他就回來看一下就好 這樣有沒有比較輕鬆一點 當然 我的教材也有放在 這個玩弄上面 所以他一樣可以過來看 那這個呢 因為是對話公開的 協助平台你可以選擇 對話公開 或不對話公開 因為 也有學校是用在什麼 校務行政用 比如說我只在學校裡面 這個網域裡面 別人是進不來的 那這樣也好 因為有些老師會擔心什麼 欸我的教材放在網路上 可是我版權不大有把握 對不對 他可能會放的是別人的東西啊 但是如果你放在自己 學校網域裡面 別人進不來的時候 那他就比較放心 欸我可以開放一下 我就我們自己學校裡面的老師 自己一起怎麼樣 共同備課也好 或者共同分享 好類似像這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了解一點 對不對 那您透過這個方式其實 像這邊都是一樣的 都一樣的 所以同學即使他上完課 他也可以回來檢驗一下 老師當初講的有沒有都有教到 因為每一年 像我們每個學期上的 會因人而異嘛對不對 或者因為可能有一些放假比較多啦 也許會少講你 可是他可以很清楚的回來解釋說 欸老師你當初講這個東西 到底我有沒有學到 對吧 請問大家到學校 應該都有交錢上課嘛 沒有交學費 而且他能夠要求一下品質 因為你也不知道到底老師上過什麼 不滿意 可以退費嗎 好像不行喔 只有被退學而已 不能被退費 所以這樣有點不公平對不對 所以老師也要自我要求一下 開玩笑了 就是說你可以像這樣去做整合 另外呢像我們在那個 我們的教巴中心這邊 我給您看一下 教巴中心這邊 我就比較一般的 比較一般的 那我們每個學期 像下學期的他都已經把我開好了 還沒有放掉 但是每個學期 我都會到中正那邊去 有幾場演習 就針對TA的 那我一樣會把它放進來 甚至呢有一些 像這裡 有沒有 我覺得把它放比較多東西上來 這樣您了解的 然後我們的問卷啦 之類的 我就擺在上面 甚至我們上課的錄影片 我也都會擺在上面 還有相關的 你看滑過去滑過去 有沒有 還可以跳出來 不好意思 這些都用協作平台做的 那你這樣會覺得很煩嗎 不會啊 功能還蠻多的啊 對不對 當然這個呢 需要一點點時間讓你習慣一下 不過呢你會發現 其實真的不會太難 所以我說今天我們可以很輕鬆的 把它上完 這樣有沒有對協作平台 比較有概念一點的 有感覺的啦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囉 好不好